昨天晚上约了朋友今天早上6点在球场打球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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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灌一大杯黑咖啡下去吧 又怕肚子 再吃点花生 垫一点 再吃点花生 一看时间快到六点了 我得赶紧出发 因为球场的钥匙在我手里 差点忘记抹防晒霜了 我得赶紧出发 我一看自己的打球视频 才知道自己的动作有多么的变形 不过在自己在打的时候 是一点都没有意识的 我得赶紧出发 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球 超级浪费 我也没时间给朗朗做早餐了 去便利店给他买一个烧麦当早餐 我得赶紧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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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平时听播客的时间要比看视频的时间要多非常多 因为听播客的话比较不会受限制 然后我做饭的时候喜欢听 吃饭的时候也会听 睡觉的时候也会听 然后洗澡的时候 然后洗澡的时候 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停 走路的时候 平时在路上通勤的时候都会停 好 那我 我就废话就不多说了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听的播客 首先呢 我最爱的播客呢 叫做得意忘形 它每一期可以反复听经常听 常听常新的一个播客节目 每次我隔一段时间去听的话都会有新的一些感受 然后通过得意忘形的播客呢 因为它里面会请一些嘉宾过来嘛 然后我有此呢 知道了《简单心理》还有《Blow your mind》 那这两个播客呢 都是由风哥和简历历主持的 是比较偏心理 然后职场女性话题的这样一个播客 然后接下来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播客 叫做《史秀熊Steve》 它也是比较偏心理门类的这样一个播客 基本上每期都会有不同的嘉宾过来 第四个呢 叫做《The Ugly Truth》 那这个播客呢 是一对夫妻主持的 那这对夫妻其实他们有一个主打的一个节目 叫做《大内密谈》 《大内密谈》 是我以前经常听的一档栏目 主要话题就是关于婚姻啊 然后亲密关系这样子的 然后第五个呢 是叫做《日谈公园》 那《日谈公园》呢 它这个话题呢 涉及得非常的广 然后每期呢 也会有不同的嘉宾过来 接下来的是叫做《跟宇宙结婚》 这个《跟宇宙结婚》 应该是我 就是闲谈类的播客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特别推荐你们去听 其中 一期节目叫做《跟游乐园结婚》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搞笑 然后里面的三个主播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青年老师 小伙子老师 还有刀夫刀老师 接下来是推荐两个美食类的 一个叫做《喜妙雅》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石剑》 《石剑》的话主要是针对日本的这个影视文化 然后《喜妙雅》的这个节目呢 是针对全世界的 接下来推荐的这几个播客呢 你们可能需要在苹果手机上收听 我不知道就是安卓系统上能不能收听到 因为它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自带的一个播客的APP来收听的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叫做《左边茶水间》 那这档播客呢是一个台湾女生主持的 然后她现在是长期居住在美国 那她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是涉及到远距离工作 然后自由职业 还有自媒体运营啊经营啊这样子的 她每期也会有不同的嘉宾来分享 他们就是从事自由职业或者说自媒体的一些感受或者经验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从事自媒体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帮助的一个节目 然后第二个是叫做《表降》 表降就是那个一个女加一个表 这道呢是主要是针对女性话题的 相对来说尺度也会稍微大一点 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用心是一个关于女性话题方面做的一个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播客 那接下来两个呢是两个英语的播客 第一个呢叫做《Let it out》 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女生 美国女生主持的一个节目 然后每期也会请来不同的嘉宾 然后涉及的也是女性的个人成长方面的话题 另外一个播客呢叫做《The lavender lifestyle》 那这个女生是我在看YouTube视频的时候看到的 后来我就发现她其实是有她自己的这个播客节目 也是关于女性的个人成长方面的一些话题的 跟你们分享这十几个播客节目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 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通过得意忘形的这个播客呢 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嘉宾叫学霸猫 我在微博上有关注她 我觉得她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 所以你们可以去微博上关注她 她通常称自己为神棍 我觉得是一个很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 我剪辑视频的时候会把那个所有的播客的名字 全部都打在简介里面 或者说是评论栏里面 你们可以去查看一下 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去听 主要平台就是荔枝或者喜马拉雅或者网易云音乐 还有苹果里面的播客 我在想我以后可以出一些我最喜欢的视频的频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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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